都说这世间既有好鬼也有恶鬼 好鬼行善得早日往生 恶鬼作孽则永世不得轮回 无论人鬼善恶有报 这里便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发生在朋友的身上 今天便给大家讲一讲 也许这样的事也曾经发生在你的身边 在我八岁那年 我的姑父自尽了 这在我的家乡是十分不好的 因为在外自尽而死的鬼魂 是找不到回家的路的 这样也就无法受用亲人的超度 从而往生投胎 破解之法就是后代为其哭丧 将鬼魂引回家里 我的那个姑父没有子嗣 所以这个任务便落到了 我这个唯一的后辈身上 可我却没想到 因为这个我差点送命 在姑父去世的第三天夜里 十一点 我从灵堂回来 由于太累了 正打算换下衣服就休息 可是当我正走到衣柜前的时候 便被眼前的一幕吓得手脚冰凉 连话都说不出来 我想有的人已经猜到了 我在衣橱前的镜子里 看到了我那死去没有多久的姑父 她那面无表情的脸 苍白的没有一丝血气 只有眼白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 妈妈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当时还在洗漱的她 连脸上的水都没有擦干净 就来到我身边 妈妈在身边 让我瞬间安心了许多 之前的极度恐惧马上得到释放 我靠在妈妈怀里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不清楚怎么回事的妈妈 只有不停地拍打着我的背部 来安慰着我 孩子 别怕 有妈妈在呢 什么事情都不会有的 听话 在妈妈的陪伴之下 我竟然也昏昏地睡着了 可是睡到半夜的时候 我就发起了高烧 神志不清 手脚却是冰凉的 我起床还用冰凉的手 把屋里的每一个人都给拍醒 嘴里不停地说着胡话 第二天白天 大人们问我晚上的事 我一点记忆都没有 嘴角不停地流着口水 人也变得呆傻 看我这样 有人提议 给我用老一辈的偏方去去去邪 桃木能够伤金怪之魂 利器能杀阴邪之气 上了年纪的亲戚们 纷纷行动起来 到桃园里折桃枝 插满房间屋后 还在我的枕头下面 塞了红铺包着的剪刀 到了傍晚时分 还在路口大声喊我的名字 我当时头昏脑胀 却还是看到一位长辈 边烧纸钱边说道 他姑父 是你自己想不开要走的 别为难孩子 听点话 烧纸钱和喊名字 一连持续了七天 我的神志也在逐渐好转 只是身体还有点高烧过后的虚弱 我恢复了正常 镇上却开始不安宁起来 恐怖的是 不断有人说 晚上路过我姑父 上吊自禁的那棵树时 有异样 有的人说 骑自行车的时候 感觉脚架无力 像是踩空圈 破口大骂 才摆脱这种险境 还有的则是吐口水 这条路一下就出了名 夜行的人一定要结伴才赶走 独行的人就准备一根粗铁棍 有备无患 镇上的老人们说 姑父是在找替身 找到了才好投胎 不到两年 活得开开心心的同镇的一个人 突然就在那棵树上上吊自尽 出了这等的事 连最不相信鬼神之说的领导 也开始动摇了 迫于群众的激动情绪 领导最终下令 将这棵树连根拔起 烧个金光 这条路从此以后就太平了 再无鬼怪作祟 镇上 懂阴阳之术的一位老者 说是姑父的鬼魂 连同那棵树 都灰飞烟灭了 这便是他害人的果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